李宗仁76岁娶27岁娇妻他事后少期的结局如何?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关键的副将,熔满一生,屡次大难不死,而且总能历史的关键时刻,做出明智的抉择,比如,晚年选择归国,1965年7月20日,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,终于和夫人郭德杰,从美国回到北京, 郭德杰,原名郭如仙,1924年与李宗仁结为抗例,李宗仁给他取名为德杰,两人十分恩爱,在美国流亡期间,李宗仁的第二任妻子郭德杰,陪伴在他的身边,世事无常,1964年,郭德杰被确诊为乳腺癌,他为了不让李宗仁担心,一直不愿意住院,后来在医生再三劝说之下, 才免为其难地答应接受治疗,原来在他心里李宗仁永远是第一位,在医院期间,他心心念着李宗仁,竟然一天凌晨次次逃出医院,回家照顾李宗仁,1965年7月,在中央的号召下,李宗仁选择了回国, 而郭德杰死活不肯继续留在美国治病,以他当时的病情,根本就不宜长途跋涉,但是他为了李宗仁放弃了治疗,跟着回到了祖国, 由于病情恶化,郭德杰于1966年3月2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,这时的李宗仁已经进入晚年,加上痛失爱惜,身体每况日下,考虑到李宗仁的现状,上级有关部门,替他物色了上百名女子,希望能照顾到他,可是李宗仁都拒绝了, 直到一天,李宗仁被一张照片上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所吸引,他就是胡友松,1939年,胡友松出生在上海,关于他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,大家公认他是蝴蝶的私生女,胡友松中学毕业后,考入北京第三护士学院,后来被分配到了北京复兴医院工作,传闻他曾留过两段爱情,都不欢而散, 不知为何,胡友松竟然答应嫁给李宗仁,1966年7月两人结婚,当时李宗仁76岁,而胡友松只有27岁,这桩婚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然而,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,1969年1月30日,李宗仁因常来在北京逝世,李宗仁逝世后,胡友松的厄运接踵而至,先是被赶出了李公馆, 随后又被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,后来又进场当工人,为了引人耳目,胡友松更名为王熙,各熙自道,尽了他对美好生活的期盼,后胡友松定居北京,1995年归一佛门,直到1997年, 台儿庄区政府,邀请他出任李宗仁纪念馆,名誉馆长,胡友松先后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,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,胡友松将自己定义为昭君出赛事的悲剧人物, 当时胡为什么嫁给李宗仁,也是有很多原因的,一个是胡的生活很辛苦,当时在社会上,在家庭中,都等不到温暖,他也想通过李宗仁,来得到一个温暖的家庭, 关于他与李的结合,具体是,这样的,1966年,李宗仁老年丧偶,他整日沉浸在痛苦中,为了方便照顾李宗仁,几天后,一张写有胡友松的女子照片,摆在了他面前,这个女生不仅仍长得漂亮,气质好,又正好从事医护工作,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, 在领导的安排下,胡友松在一幢大房子的客厅里,见到了李宗仁,在我的想象中,李宗仁一定是很高大的,但他的个头其实不高,不过,他很有君人气质,声音很洪亮,那是他对李宗仁的第一印象,李宗仁也对长相漂亮,落落大方的胡友松一见惺惺,原本,李宗仁想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, 但上边却批示说,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,没有私人秘书,护理工作也有上下班制度,下班后,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,胡友松自己对此理解为,李先生要是喜欢我,就要宁没证据,可要嫁给足以做父亲辈的李宗仁,27岁的胡友松还是犹豫了好久,第四天,他同意了这桩亲事,只要跟李宗仁结婚, 我的一切都会改变,医院不用去了,生活条件变了,个人处境也变了,我可以彻底走出那个老太婆,干妈的家了,就这样,他忘掉了当初永不结婚的誓言,于1966年7月26日,在李公馆举行了一场低调的婚礼,随后陪李宗仁前往北大河休养身体,也许是老夫少妻的婚姻, 李宗仁在胡友松的面前,表现得既是丈夫,又像长辈,他每天夜里总要去胡的卧室看一看,盖个被子,聊上几句,胡友松很快就烦了,让他以后不要再深更半夜吵醒他,但李宗仁还是去,他熟睡时,他怕惊扰妻子,就光着脚在地板上走, 还有一次,胡友松肚子痛,李宗仁告诉他吃四两男瓜子可以解痛,他以为是开玩笑,第二天醒来,一盘的瓜子仍然摆在他床头,那是李宗仁在头天晚上帮他刻出来的,李宗仁的细心和体贴,另从未有过家庭温暖的胡友松备受感动, 我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,要好好照顾他,平静而一旦的生活,仅仅持续了两年半,李宗仁就先走了,1969年1月30日,78岁的李宗仁,走到了生命的终点,虽然这段婚姻很短暂,但他却是胡友松最难忘的一段时光,李氏事后的每一个清明节,他都去八宝山公墓, 将一束鲜花放在丈夫的墓前,李宗仁留下了不少钱财,胡友松依照上级领导批示,将李留下的二十余万元现金,以及国家发给他的特别补助费13.7万元都上缴国库,把李宗仁的160帧照片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, 与此同时,他还向政府表示,不要国家任何照顾,随着文革愈演愈烈,30岁的胡友松被改出李公馆,住进了一处四合院,邻居们不常与他碰面,但还是会对他指指点点,说他是帮着旧军阀的一太太, 后来,他被扣上了港台特贤的帽子,下,放到武汉干校参加劳动,那段时间里,胡友松改名王熙,他在一次对生活寄托了美好的期盼,庆幸的是,胡友松在文革结束后回到了北京,还被调入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, 后来他又有一次婚姻,但很快因某些问题离了婚,经历了苦长种种悲伤之后,胡友松在1993年归依佛门,并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,不写回忆录,不写传记,那时,他独自住在北京东交易转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,靠着每月领取的退休金,在画画,练字中度过,有时画作被人买走后, 他也会将钱捐给慈善机构,2008年,他被查出了直肠癌,可仍然很乐观,我是直肠癌,和李先生一样的病,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连,到了做手术的那天,医生要家属签字,他笑笑说,我自己签吧,孤家寡人一个,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,胡友松自敢时日无多, 一个人搬去了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居住,一周后,这位一生坎坷的女子,以妙会居室的法身,安然缘济,留给这世上的,只有四个字一声叹息,欢迎订阅读史明金,透过历史现象发掘事件本质,了解更多历史真相, 在当时的年代,年龄的差距根本不是结婚的障碍,胡嫁给李,一个是上级的安排,再个是感觉有个依靠,等李去世后,也是平淡的度过了余生。